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路版的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來跟各位做個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經常在我們直播當中會看到的車款 但最近的話比較少 因為如果之前的話 這台車都是在Civic 8代或9代的 或者是Honda的社團裡面開直播跟各位分享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這台車通常都是在我們的 北區的桃園 桃園的話 葉大俠 葉大俠有在線上的話 再留個資訊 請Civic的車友可以到大俠那邊 因為大俠自己就開這台車 所以他那邊有實車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甚至是搞不好連現貨都有做庫存 所以如果開的是這台車 那KT是有實車可以給各位來做試乘 那也很歡迎跟我們小編 或者是跟桃園的大俠來聯絡 有問題嗎 正常嗎 正常 正常 有一個叫做K12 K12 對啦 這台有的 但K12通常是台灣的俗稱的代號 一般正常化這台的代號是FD 那還有是FG之類的 它是四門或者是雙門的底盤不太一樣 那其實這個也有Type R的版本 FD2R或之類的 那KT是所有都有 8代9代9.5代的SI 全部都有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一般台灣 我們都統稱K12 會比較好溝通 不然一般都說Civic 也不曉得是幾代 好 那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台車是06年 如果要算年份來說的話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 但這個避震器的話 用久了 我不曉得車主有沒有換過 可是還行 還是堪用的 它沒有像新品的時候 回彈會那麼的正常 回彈比較慢了一點點 但不過看起來的狀況都還好 那這台車06、07年 那時候 經理有接觸過比較多的車主 都有反應說這個上座 它上座裡面有一個軸承 直推軸承 這軸承的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8代到了09年之後的 就改善蠻多的 這個是06年原廠避震器 這個都很正常 其實這個的 十幾年了 這個都算很正常的消耗品 這個是防塵套 它是防止沙塵 跑到軸心裡面 讓軸心的一個壽命 能夠更長一點點的一個小零件 裡面的話有饅頭 正常來說這個饅頭 防止它觸底的饅頭 通常會 這個應該已經斷掉一節了 已經斷掉一節 這個通常它會做一個 會粉化 它也算是一個環保材質 所以久了它就會粉化 會壞掉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台裝上去的樣子 因為這一台車 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這個角度 後輪的這個角度 Camper的角度 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的角度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輪胎的內側 會磨化的比較快 那如果裝KT之後 只有微幅降一點點 或者是說用車的頻率很少 一年搞不好開個 三千四千公里之類的 用車頻率很少的話 那就可以不需要改裝 這個仰角調整器 那通常如果降幅越大的話 經理是越推薦大家要做改裝 才會讓輪胎的磨耗 會比較均勻一點點 那也能夠延長輪胎的壽命 這個是PS4 也是很很棒的輪胎 好 那KT後面最主要要介紹的 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防塵套 我們做一個加長的規格 這個防塵套 它能夠幫整個統身 最需要保護的一個地方 做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會整個把軸心照住 第二個地方是 這一個彈簧的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 包含這個彈簧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的外徑 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台車 有的不同的廠牌的改法 也許不太一樣 像KT如果這台車 需要的是競技版 競技的設定的話 後方的彈簧 大部分會配8公斤的直捲彈簧 因為這種彈簧 它的好處是舒適 那相對一個狀況就是 過彎時候的側行的程度 沒有像直捲彈簧那麼好 但是通常一般道路版的 車主的反應都相當的不錯 都是配這個大圈徑的 6公斤的規格 那這個規格的話 如果你原先是CIVIC 8代的車主 原先是改裝其他的品牌的話 那有可能 因為不同的品牌 它的結構設計不一樣 KT的設計 能夠把異音 發聲異音的比率呢 降到最低 所以這一個 Hiroki的上方 它有一個大型 倒三角形的原廠橡皮 那個橡皮是要合到 KT的Hiroki裡面 它防止異音的狀況 那下方的橡皮 這個橡皮 這裡有一塊橡皮 這個橡皮 也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上下橡皮 都用原廠的 這一個世代的 很多的CIVIC K12的車主 推崇的都是日本 TING的品牌 TING的設計的話 也是這樣子 也是一個大型的 Hiroki 之前大概前三四部的 CIVIC 8代 那一個車主 原先也是裝TING的 那就可以直上KT 那如果原先 有可能是裝其他品牌 它的Hiroki的上橡皮 已經不見了 或者是下橡皮 已經不見的話 那就會建議 如果要裝KT的道路板 就需要買這個 原廠的上橡皮 跟下橡皮 它才有辦法 來合到 這個 比較專用規格的Hiroki 跟這個專用的彈簧 這個是 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彈簧 都做專用的 如果 乘坐之後 還覺得不太舒服的話 那可能要考慮到一點 是不是 我們把這個桶身 縮得太短了 這一條彈簧 自由長度是180mm 就是它是18公分 那在沒有壓縮狀況之下 是180mm 裝上車 希望它壓縮率只有5mm 就是壓縮大概到175mm 如果 經理把這個桶身 縮得很短的話 這一條彈簧 壓縮到150mm好了 它已經預壓縮30mm了 那糟糕了 這個的話 遇到不平的一個路況 它的路感回饋 就會非常的直接 它就犧牲掉 碎震吸收的能力了 所以後方的桶身 調整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 後方安裝的一個細節 好 那這台車如果 改了避震器不夠的話 其實經理還有一個方向 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它後方的防傾桿 可以加速 因為它原廠的防傾桿 其實相當的細 那可以改Hallax的也行 或者是Summit的也行 那有很多的車友 改雙的是原廠SI 雙門的SI 或者四門的SI 它的防傾桿就是粗的 而且SI的玫瑰的版本 經理有測過 實際用裡面 廠裡面的阻尼測試機去測試 它的阻尼值 比原廠的台灣本田 所製造的阻尼 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 你沒有想要改裝KT的話 那另外一個方向 其實經理還蠻推崇 就是你去買 SI的 原廠的避震器的阻尼 它比台灣本田製造的阻尼 強非常多 而且可以直上 所以這個是 也是一個 不見得一定要選KT 也是另外一種的改法 但它不能調高低 也不能調軟硬 那後方的話 它的阻尼 它的阻尼設定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把它掀開之後 就可以在裡面 或就可以調整到 後面的軟硬度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 因為是道路板的關係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7公斤 一樣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這樣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稱度 一樣是維持7公斤 側傾 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 會跟直捲的一樣好 可是它壓縮在回彈的一個狀況 會比較緩和一點點 所以比較適合一般的道路板的車主 來選擇這樣的一個搭配跟設定 那這台車都是專用的零件 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裡的油管固定架 這裡的ABS感應線的扣具 全部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在8代它有一個維修孔 還蠻方便 就是在雨刷擋板的下方 這個維修孔打開之後 就能調整到前面的一個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可是Cypic 8代有一個狀況 它原廠其實就有這個狀況 就是它的上座是在前檔玻璃的下方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的計師很細心 在這個上座有塗附了一些 這個銀色的膏狀的一個油脂 這個是很服飾很高檔的油脂 是鋁1100 這個是耐高溫的 而且它的能夠撐蠻久的 所以如果車主的話 是經常性的洗車 或者是這裡居住的地方 比較常下雨的話建議 這個大概三到六個月的話 可能把它塗附一點 防鏽的油脂 對軸心對調整機構的壽命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前面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的車高調整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懸鬆之後 如果拉長 拉長的話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銀色的齒輪狀的頭盤 記得要把它敲緊 因為前方的懸雕系統 這個叫賣花承 賣花承 我們在BGNC做動的時候 不只是上下 對坑洞能力的吸附 在轉向的時候 它一樣會旋轉 所以如果沒有敲緊的話 在行駛時間的話 可能會有造成聲音的 一個異音的狀況 所以安裝完畢 記得要把它敲緊 以上是今天Civic八代的 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告訴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